好 黃醫師來再補充 對 所以仔細去研究 就是說這個我們絕非忌妒 絕不能說我自己沒有做團購 做不起來 或者是沒有做 就嫉妒人家 不是 就是看到人家成功 你要去研究人家為什麼這樣成功 其實那些網紅醫師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時代的關係 我們現在真的是媒體化了 所以無可苛責 不然就如同文文傑所講的 一個醫生娘他不是做醫生的 他要去處理這些團購 他都要花這麼大量的時間 但是問題就是在於說 在這之前可能很多的醫師 會覺得收入很重要 各行各業覺得收入很重要 黃紫嬌覺得重不重要 最重要 那所以就變成說他好像必須 就要去有個知名度 他才能夠做團購 我想江坤俊醫師的太太 絕不是因為他叫做劉令勤 所以團購很成功 他所團購的商品裡面 只要是有醫療相關的產品 他後面大家會說 那你 我們會主動去聯想 並不是見的是真的 就是說他老公 可能是當醫生的 可能他們最懂 所以他已經研究過一輪了 所以我就輕鬆地去購買 所以難怪會有這麼大的購買力量 就比如說也有其他的這個網紅 跟我說來來來 黃醫師 你來跟我合作一檔 這個葉黃素 我們一定所向無敵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的意思是因為我更看重我的醫師執照 我不想要幫 我為什麼要幫你這個不知名的產品 或說你說的是這樣一套背書呢 我應該是我們的醫生執照是拿來對自己的專業背書的 所以現在就是會有一個兩極化 但是我們說去研究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人成功 是因為你看這些都是起手式 第一個他要先認同在媒體的這個知名度 是重要的 所以就要認認真打知名度 我突然有一天接到 就老闆在群組裡面說 我們現在所有的醫生 都要開始經營自己自媒體 大家都要去弄這個FB粉專 然後老闆這樣說 下面的醫生能不這樣做嗎 所以其實很多也許網紅醫師 不是他自願的 而是他的這個體系 他的老闆或多或少 現在連各大醫學院都這樣做了 好 那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就是在一分鐘之內就傳了我在挖挖講 這個婆媳問題的這個影片上傳了 好 就有經營 就沒有 那我就交作業 那我就很簡單的交作業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對交作業 這件事情是很敷衍的人 你想要我們這麼做 那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的時間不太可能去給你弄 這個弄那個 好 那你想要 老闆這樣要求的目的是 要增加知名度 才會增加病患 所以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民眾已經不全然是靠口耳相傳 是靠這個媒體的這種反映出來的知名度 或者是一些行銷手法 所以其實你仔細去推敲 還有人就是那種打廣告 是行銷公司 主動聯繫醫生說 我們要幫你行銷 你只要付多少錢 那像這種 行銷醫生 行銷醫師 我也接到這樣子的 這個這個推銷 然後叫我花錢 我心裡想說我還要行銷什麼 而且到最後來了 也都是健保啊 我現在可能要行銷婆媳 問題賺更大 我不要行銷醫師 現在問題就是說好 那現在年輕 他行銷你要這個他要收多少錢 好幾好幾萬 十萬以上的事情 可能他會用一年這個package 來跟你談 然後一年都是幾十萬 那再請教一下 葉王樹來找你 那個代言費多少 代言費的話就是 沒有 因為我就沒有同意嘛 所以我換 要先問價格多少 對 因為我都沒同意 形勢有很多種 我也沒 有些是業配 有些是開團 對啦 事實上就是因為我本人 從未曾開過團 從未曾業配過 所以我對這個領域確實不瞭解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所以當醫生處在這個環境的時候 特別是年輕的醫生 難免會受到影響 我是不是應該開始團購 開始業配 我是不是應該開始行銷自己 所以你很不贊成醫療 很商業化 我不贊成醫療商 過度商業化 他的商業化是就是 是因為時代就是商業時代 你也不能不讓他商業化 可是如果醫療只講商業化的時候 醫生通常就會更向利益靠攏 對 當醫生心中更向利益靠攏的時候 窮的病人會被捨棄 可是我覺得病人苦 你有錢的苦跟窮人的苦還是有不一樣的 所以醫生我還是覺得應該是致力在說怎麼樣讓病人更快的痊癒 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 然後拿到醫生相應的薪水 現在的問題就是非常有可能醫生們覺得說他表面上不說 他不是像我這樣說給你聽了 他是表面上不說 可是他內心覺得說 我們已經沒有拿到我相對應的薪水 所以他去開發副業 或者是他們的老婆都在做副業 不是只有江坤俊醫師太太這樣 非常多醫生娘都在做副業 好 那所以行銷的手法 就是第一個先上節目 或者是弄一個粉磚 然後就開始鋪成那些可歌可泣的醫病關係 他就是會抬高 那你權威就是不自覺的抬高 但是醫生醫界之間在看 彼此之間全部權威 不太是這樣子看的 可是會被媒體形塑成就是這樣看 好 那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你這樣子的醫病關係 不就是應該是醫師的日常嗎 可是醫師的日常 卻被節目的包裝方式 因為節目太厲害 太會行銷了 就會變成是可歌可泣的醫病關係 然後很單純很日常的生活 好像就被渲染的 好像很偉大 那醫師在其中 我覺得會有狀況 就是其實醫生這個職業 已經很容易在醫病關係裡面膨脹了 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學醫病關係 是因為我們就是以前的老醫師都太膨脹了 會罵病人不是嗎 所以後來才會需要改變改進 可是所以意思是說 當我作為一個醫生 我把醫生 我把病人治療好的時候 老實講 我這個成就感是很大的 特別是外科醫師 這個人本來要死掉了 這個人本來要往生了 就這樣救回來 那種成就感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那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再透過節目 上個節目 大家又都認識 大家都跟你拍拍手 其實醫生會更膨脹 所以我覺得江峰俊醫師 他這個人設的崩壞是 他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人 他本來就很開心的 私底下就是講笑話 笑話跟是不是說謊 分不太清楚 可是醫 在醫院 在醫療場所 大家會覺得說 醫生壓力很大 他這樣沒關係 因為我們並不承擔那個後果 他講笑話 只是他私下在講笑話 並沒有在開刀的時候講笑話 那所以大家就會容忍 特別是男醫師 這樣的行為 不管是性騷擾 還是講黃色笑話 大家就 雖然聽的是翻白眼 可是很少有女性 你講的是江醫師嗎 還是講的 江醫師 對啊 他不是性騷擾 醫癒嗎 我的意思說 為什麼他們 因為我要講的是 我真的覺得你很幽默 我幫你報仇 你真的這麼幽默 我的感受是黃醫師講這一段 所以就是說 他不像商業靠攏 他覺得醫好 本來就是技術好 本來就是應該是你該做的事情 他不應該被歌頌 我們會這樣 是因為我們深切 更深切的了解 以後我都會生病 所以我今天對年輕醫師 能夠多理解他們 多關心他們 以後就是保障我自己 是 因為我也 我不想要生病了 可是卻治不好 可是如果整個醫界的風氣 跟走向通通都是 就是我不想跟你談錢 可是我去胎團購 那這樣子的話 我不覺得會是一個很好的 大方向 我真的蠻欽佩 你敢講這種話 因為這個其實本來就是現在大社會的趨勢 我其實很佩服黃醫師的地方是說 很勇敢 其實因為他直接講 點出來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能會 對 因為這個醫療這個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那你可能把它變成節目化 然後甚至講得好像很輕鬆的感覺 有一點娛樂性 那可是以他們角度會覺得說 這個讓觀眾好吸收 我們的目的其實是 沒有 我說他們的角度 製作節目角度是好吸收 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一點是說 現在變成說 因為你大開了所謂的商業之門 就是我商業化之門 我經過包裝 經過那個網路的包裝 經過電視的包裝 我就變成名醫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變成就是說 我可能有所謂的相關的 比方說媒體的背書的狀況底下 一般民眾不 他現在的名醫變成說 不是因為醫學技術 他的醫學技術 而是因為他的知名 對 就變成 大家其實也是很盲目跟隨 其實這個也是一種危險 對 知名度 並不能讓病人的病好 這個是 是 那這個翠芬有什麼觀察 我其實會覺得 醫療人員變成就是名人崇拜 我覺得是還算正常 因為我們有一個吸引學家 他提出來就是說 名人崇拜症候群 最容易崇拜 產生崇拜的 有一個是青少年 一個是女性跟家管 那我覺得江醫師 他其實還有某一個族群 就是女性 然後可能也有家管的這個部分 那醫師的那個魅力 比較帶著一種權威 權威的魅力 所以像剛剛黃醫師提到的 就江醫師他還有一個 除了權威的魅力以外 他還有一個親和的魅力 然後他好像會 好像在跟你閒聊的過程當中 來撫慰你 那通常如果一旦形成 這種粉絲名人 就崇拜的症候群 他在心理上就會不一樣 他在心理上就會覺得 我跟你有特別的情感跟關係 所以那個情感跟關係 會變成你叫我做什麼 我都會做 你叫我買什麼我就會買 我真的有遇過有一些就是我的當事人可能是某個人的粉絲 然後他就說他跟我講什麼 我立刻去 我立刻買 我立刻做 我立刻聽 然後他說每一句話我都照做 然後他們真的可以對他的粉絲們形成這樣子一個強大的指導的力量 我真的不得不佩服 他說什麼他們都會照著做 那其實這些造神運動不可否認 還是有很大的光環效益在裡頭 所以有些時候 這個光環效益 崇拜者不容易散退 就是他們即使這個醫師現在遇到這種 可能從神壇跌落了 可是在我們的眼光可能覺得他好像人色崩壞 可是我覺得對他的粉絲來說 他依然可能還是一個神 他還是一個醫神 他還是他們心目中一個偉大對象 因為如果我不去信任說 我原本崇拜的人 他真的從神壇跌落 他心裡會有很大的衝突的 以前他叫我做的 我都照做 那現在我會無所適從 所以我覺得他們某一個程度來說 還是會覺得合理化他的行為 覺得他之所以會做這樣 可能會幫他講講話 因為有傳出來說 江醫師對於性騷擾這件事情 那可是江醫師 他說他嚴正的聲明 絕無性騷擾這件事情 可是事隔幾天 這個跟他本來是共同的主持人 鄭凱雲 他在社群發布文章 他說從小爸爸媽媽就教他 做人要抬頭挺胸 凡事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成為母親之後 他也教導孩子 絕對不能夠欺負人 更不能做錯事 還不承認 更不能做錯事 還不承認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性騷擾這件事情 等一下再來請教育豐 來 先休息一下